这地方是一个土城落 叫坑头 风景也非常好 阳光 蓝天 早上起来闻到柴带的香味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安静地做一个 我心中的好吃的茶葉袋 你看 猜一下在哪隻手好不好 在哪隻手猜一下 看到了吧 幾歲啊 有 你們家有雞蛋嗎 雞蛋 雞鍋裡面去掏掏看我 去找一下你的雞蛋 大小子跟我們養殖的雞蛋就完全不原 很超的 問你借幾個雞蛋 還不怕生 你看 這是母雞中的載鬥雞 哈哈哈哈 土雞蛋又特別超 還用紋理自改 我們要的把雞蛋洗乾淨 我們把這個拿掉 放個蒸鍋 這是 八角 桂皮 花椒 白辣椒 還有五一山的大紅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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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嗯雞蛋好了 把雞蛋拿起來 嗯 我把它 真好 現在我們就是把料下過 雞蛋攪拌一下 很快香味就出來了 接下來的一步就是把 放進去 雞蛋的香味都出來了 好把它關掉 大概等4個小時到5個小時之間 就可以了 哇 好啦 4個小時的浸泡之後 完全完全 現在我們就要 要開始啦 這就是那個 這就是那個 新冬的雞品材的 這個蛋 是一套白色的 水淋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